好那我警告明老师 刚刚讲到拜登本人身先通膨的风暴 那习近平事实上是有20大的连任压力 一方面今天共同富裕 再度杀向太子党跟红二代 另外一方面要握紧枪杆子 习近平今天又有新动作 而这个新动作如果我们再对照 这个周末香格里拉的对话当中 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 他不但扬言不习一战 而且他对外强调 中国的核武进步很快 事实上东风41 可以射向地球上的任何地点 这个对话应该说是一个双方表态的机会 当然也希望说是降压的一个机会 上个周末我们看到就是 37个国家的国防部长 在新加坡进行香格里拉会谈 这一次香格里拉会谈比较特别 因为这是疫情以来 大概面对面开的第一次 然后也是俄乌战争爆发之后第一次 所以大家都比较关切一些相关的话题 可是有趣的是 当然这对话的主角呢 一个是美国 然后一个是中共 有趣的是 虽然是在这个疫情之下 然后虽然是这个俄乌战争 可是大家最关切的呢 还是台海的问题 或者说美中关系 好我们先看一看 就是中共呢派出是国防部长 美国派出是国防部长 看起来位阶相当 其实并不相当 为什么呢 因为奥斯汀呢 是美国国防部长 是美国的这个军事系统里 除了总统之外 他是真正正规军队里面呢 位置最高的 可是魏凤和呢 是在军事将领当中呢 位阶排第三 加上习近平他是排第四 所以他其实成绩比较低 但是呢 因为他是一个表态的好机会 虽然美国也不在意呢 也就来了 魏凤和讲什么呢 大概几个重点 除了你刚刚讲的之外呢 他特别强调 他说一中原则 是中美的政治关系的基础 一中原则 他强调是原则 美方就反驳这句话 然后他又说 以台制华不可能得逞 这长期来讲的话 这话当然不对 但我们等会来解释 然后第三 他重申 我要坚决反对 然后强烈谴责 美方对于台湾的军售 然后中国政府和军队 要坚决粉碎任何台独图谋等等 美国针对这个会晤的魏凤和讲的话呢 当然做了回应 他讲的比较短 重点是台海的和平和稳定呢 对美国跟对周边国家都非常重要 然后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的任何做法 然后也呼吁中共不要对台湾 采取进一步行动 来破坏这个地方稳定 那除了双方对话之外呢 双方都做了主题演讲 魏凤和做了主题演讲 然后这个奥斯汀做了主题演讲 在主题演讲当中 除了重申刚才一些相关的这些 这个讯息之外呢 更重要就是讲了一些其他的事情 比如说魏凤和讲了什么呢 他如果有人胆敢把台湾分裂出去 我们一定会不惜一战 不惜代价 一定会打到底 这是中国不二的选择 这段话呢 最近一段时间来呢 被各报跟各种媒体呢 引用再引用 因为表示说他们决心很强 奥斯汀又讲了什么呢 奥斯汀说 北京在这段时间之内 在亚洲地区 包括台海在内 变得越来越有侵略性 美国会持续跟盟友站在一起 包括台湾在内 这话很特别 然后又讲了 在中共对于领土主张上面 更具胁迫性跟更具侵略性 他提醒盟友们 大家要特别留意 然后又说 中国的飞机船舰 跟他国的飞机船舰 发生不安全不专业接触事件 次处增加令人忧心 最近的两次 一次是加拿大 一次是澳洲 那美国当然过去就多次了 所以他强调 他说我们美国的政策 没有改变 但遗憾的是 中共的政策做了改变 然后他再强调一次 美国反对任何单方面 改变现状的行为 我们会努力用各种方式 来防止冲突 然后追求和平和繁荣 那明老师 这一次的香港和里拉的对话 事实上美中都各自有非常强硬的表态 对 看起来双方在讲狠话 但你如果仔细分析下去的话 双方其实在说 我很担心我们现在情况 所以我希望能够管控冲突 在奥斯林讲话之外 美国有官员接受采访 当然匿名的 他说现在情况是很紧张 所以我们做的事情是 我们试图为两国的紧张关系 设置一个护栏 确保双方这种紧张 不会升级成为军事误解 或沟通不顺畅 这场外的官员说的 奥斯林的场内讲 有必要要管理竞争 然后我们之前保持一个 开放的沟通渠道 然后特别强调 解放军参与实质对话 对改善危机沟通 跟降低战略风险十分重要 所以双方都讲完横话之后 又回来讲一些好话 也就是设置护栏 跟管控冲突 管控风险 奥斯林还特别讲了一句话 刚才我们不是提到 魏凤我讲 我们有一个一中原则 这双方的美中关系 共同基础 奥斯林立刻反驳 我们没有一中原则 我们有一中政策 我们反复跟大家讲 美方的认知跟中共认知 是一样的 原则地位比较高 政策地位比较低 所以中共强调 美中双方有的是一中原则 美方不断澄清 你们扭曲我们的意思 我们有的是一中政策 所以奥斯林再说一次 一中政策是什么呢 对我们来说 是台湾关系法 美中三公报 跟六项保证 过去呢 中共讲美中关系 严必称三公报 就是上海公报 建交公报跟八一七公报 美国后来在三公报之外 加了一个台湾关系法 中共呢 当然它是有一个 反分裂国家法 但很少在这个场合上提 但是美国在最近这段时间 尤其这一两年来 在讲一中政策的时候 它明确决定了 台湾关系法排第一 然后美中三公报排第二 然后六项保证排第三 第一呢 它增加了这个六项保证 因为六项保证 已经进入了法律了 它增加了六项保证 第二 它把顺序调整了 把台湾关系法排第一 所以虽然还有美中三公报 但台湾关系法 摆在三公报前面 中共当然注意到 因为中共非常注意 这种言辞的变化 因为言辞对他们来说 就是政治的一个象征 所以他们非常在意 所以过去呢 一再警告 美国现在正在 把一中原则 或者一中的政策呢 开始虚极化 或者开始操控 那么讲完这个之后呢 中方其实也说了 它两军 就是中美两军 要落实两国元首 所达成的重要共识 保持高层战略沟通 管控好矛盾分歧 不把矛盾分歧 变成冲突对抗 所以狠话是讲完了 双方又退回来 也就是我们其实不是真要打 我们是借这个机会来表态 开会前呢 我们就讲过 我们当时提醒大家 魏凤和成绩很低 双方这里也没有具体的 这个会议议程 说要谈成什么东西 那为什么开的会呢 一方面就是摸摸底 感觉一下对方现在什么态度 二方面利用的机会呢 双方放话 所以看起来 我们刚讲了 在疫情之下 然后在俄国侵略 乌克兰的情况下 大家争执的焦点就是 中共对台湾到底什么政策 中共说这是我的地方 然后美国说 不是 这个是独立于你之外的一个空间 或一个政治实体 但是我们对于在现阶段 你对台湾的威胁 跟你对台湾的意图 我们非常在意 所以我们再次告诉你 希望你不要误判 那现在我们就 再来进一步分析一下 魏凤和讲话到底什么意思 现在我们看到呢 就国际上在分析这些事情的时候 或者国内的一些 学者专家分析这些事情的时候 大部分在谈说 魏凤和讲的话对美国的意思 是 他有这种意思 我们再说一遍 第一 看起来魏凤和对美国讲 我强硬反台独 我反军售 我反对你以台制华 然后我讲了狠话 我画了红线出来 但是我们晓得 中共明明知道 美国这么多次讲 我不支持台独 美国没有讲我反对台独 因为不支持台独 是一种态度跟立场 我反对台独 以为我可能有动作 所以美国没有说 我动作之后 我不支持台独 美国讲得更 婉转一点就是 我们刚刚说那句话 我们反对任何一方 片面改变现状 而且中共晓得 美国现在正在全力 帮助乌克兰去对抗俄罗斯 美国一般来说 没有可能 事实上也没有必要 去开辟第二战场 所以不会跟中共 真正打起来 既然如此 中共为什么讲这个话 第一 看起来是要画红线 第二看起来是要管控分歧 第三 但更重要的是 出口转内销 因为这是内销用 这东西双方都晓得 我们不可能在 在香港理想会谈上面 真正撕破脸 也不能干什么 那我们讲的话 第一 中共的权力斗争 非常激烈 非常残酷 在任何一个斗争情况下 任何一方 只要一示弱的话 对方可能会压了打 最后打到死为止 习近平的这段时间 我们讲过 国内外认为 他内外的政策失误 都比较多 批评声浪比较大 而且我们节目上 多次讲 倒习的声浪已经开始 而且慢慢开始大声 虽然可能不一定到达 真正威胁 他政治安全的地步 但他不能不在意 对中共来说 政治斗争是生死大事 所以 二十大即将召开 这个时候 如果我稍微有一点点软弱的话 那非常危险 所以这个会正好 我派魏凤和去 讲狠话 大家反复帮我这样炒热 炒热之后 回来出口转内销 我很强硬 没有问题 但是我觉得 真正关切 该关切的重点是什么呢 中共很晓得问题在哪里 问题在共产主义 跟共产制度 台独不是问题 如果没有了共产主义 没有共产制度 台独将来会怎么变 我们还有观察的空间 那今天既然 台独不是真的问题 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他晓得 共产主义是问题 所以故意把共产主义问题 遮起来 然后拿台独当幌子 一天到晚拿自己 再来说事 让大家去转移注意力 好 那现在就提到 你刚刚讲 这个水域的问题 刚才正好不是提到说 台湾海峡 中共讲说 台湾海峡不是国际水域吗 不是International Waters吗 严格说这句话不准确 因为对国际法来说 大概有几层 简单说 因为这是国际法 很大的题目 它有领海 有专属经济领域 然后有公海 你如果说 台湾海峡 不是国际水域的话 那要不然就是你的领海 要不然就是你的专属经济区 但领海 我们一般说是多大呢 一般大概是12海里 当然这里面还有很多细节 一般来说12海里 12海里乘起来 大概是20多公里 22公里左右 那再来如果 专属经济水域的话 一般大可以大到200 所以差不多可以到300 200海里 可以大到370公里 那整个台湾海峡 大部分都包含在里面了 中共过去呢 有过一个先例 在90年代中后期 有美国学者 比我们台湾人 先注意到这句话 所以美方学者 多次来台湾问我们说 中共最近讲 南海是我们的核心力 所以美方学者问我们说 你们觉得他们这样讲 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说我们没有注意到 让我们来看一看 最早我们真的没听懂 我们仔细看完之后呢 我们说不晓得他就说什么 后来发现 舆论先行 他在做宣传 他在宣传 现在他讲的话 是什么意思呢 不希望外国军舰通过台海 为什么 美国军舰 我们讲了 每个月差不多月底 20号前后呢 就来一次来一次来一次 所以中共这样讲 就是阻止外国军舰过来 一方面是放狠话 二方面就是 我舆论先行 我在进行台湾海峡 内海化的舆论铺垫 这件事情过去 在南海做过同样的 同样的行为 一模一样 所以这件事情 我们还真的不能掉以轻心 简单的说 长期而言 为了并吞台湾 做一个舆论铺垫 短期之内呢 它故事强硬 对于这年底的这个 换界什么有帮助 我们过一段时间可以看到 台湾的一些粉红呢 会开始负荷 那么我也提醒台湾朋友们 乃至全世界华人朋友们 要分清楚中共跟中国 中共的扩张 跟中共的崛起 对人类不是好事情 你们要希望的是 中国的崛起 而不是中共的崛起 所以把这个分清楚呢 我相信对人类呢 才有更大好处 对台湾 对两岸呢 都有绝对的好处 所以这一点呢 希望我再次提醒一下 好 我们稍后回来 谢谢大家